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火机的火光微小 借着光也只能看清豆腐的脸 我心知我们两人现在所做的 说得好听点叫有毅力不放弃 说难听点就是垂死的挣扎 我这半辈子爱过 恨过 苦过 富过 走南闯北 便懒河山 若真死在此处 也不算什么大的遗憾了 豆腐若是跟着我交代在这儿 我都会替它感到不迟人 这些念头在心中闪过 手下的力道就更大了 就在此时 我耳朵里面忽然听到咔嚓一声 再一看 却见悬冰块中裂开了一条缝 豆腐看得目瞪口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忽然就裂开了呀 我也跟着一愣 但是很快就明白过来原因了 八成是爆炸产生的冲击力 破坏了悬冰内部的结构 因此虽然冰层没有掉落 但是紧密的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 我和豆腐用枣子探产这一番折腾 终于使得结构完全被破坏 因此出现了断裂层 只要再加把劲 把这块堵住洞口最大的选冰 就能完全分割开来 豆腐欢呼了一声 要身体好点 八成是连蹦带跳了 哈哈大笑道 太好了 这叫什么呀 只指死地而后生啊 我也是大喜 但是没豆腐那么激动就说 一个难题算是解决了 别高兴了太早 后面还有个东西呢 我示意了一下悬冰块后面的天兵 此时 由于悬冰的断裂 阻力减小 因此天兵开始慢慢地将悬冰冰块顶出来 估摸着要不了两分钟就能顶开冰块爬起来 我不知道没了脑袋的天兵杀伤力怎么样 但即便没办法活吃我们 就那力道随手将我和豆腐撕了 那也不是难事 该怎么办呢 盯着被慢慢推出来的悬冰 我脑海中闪过无数的念头 但时间太短 我们的装备也太少了 眼前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和天兵对抗的能力 我心中一狠 对豆腐手 按原计划 我拖住他 你跑 老陈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小冬 你别说 听我说 咱们俩认识是四年了 这么多年来 我特别感激你 你对我怎么样 我心里很清楚 我陈玄可以对不起别人 但不能对不起你 他快进来了 你争气点 一定要活着出去 豆腐眼眶红了 说 咱们俩还用说这一下吗 老陈 我知道你的叶子 但你听好了 如果今天我豆博智 要是踩在你的尸体活下去 那我宁愿跟兄弟死在一起 我们俩去阴间挖蘑菇去 我心中别提多难受了 眼见天兵要爬进来 心说也罢也罢 豆腐的为人我是了解的 怂是怂了点 但底线十分牢固 这会儿说再多也是没用 于是我说 好 那咱们就全力以赴 大不了黄泉路上再打火 话音也落 那天兵终于爬了进来 脑袋已经炸没了 剩下半截赤红色脖子 还有物质转动着 整个窜进来 腥风大作 虽然没有脑袋 却依旧灵活无比 原本是爬在地上的 刚一出洞口 身体就立刻跟弹簧一般 猛地挺了起来 这一动 我梗中一股黑水甩出来 我和豆腐一个全神戒备 立马躲开了 那黑水洒到兵壁之上 听到一阵滋滋的声音 暗玄色兵壁赫然凹下去 一个大洞了 卧槽 豆腐惊得眼睛都直了 这黑夜如此厉害 刚才要洒到我们身上 还不直接把我和豆腐 给弄成马蜂窝呀 那天兵一转身 紧接着便朝离他最近的豆腐而去 但他转身就跑 但他哪里是天兵的速度 立刻就被天兵逮住后脖子 情急之下 我顾不得也是没有用了 便抄起探铲 去砍那只扣住豆腐的脖子的手 那只手有女人小腿粗 但是我从上到下使劲砍下去 这一铲子又被反弹了回来 与此同时 那天兵的另外一只手 猛然朝我抓了过来 我上身猛地往后一扬 躲了过去 整个人却因为重心不稳 倒在地上 就在这一瞬间 我猛然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天兵浑身都是 纹身一样的浮路 但是我一倒地 就发现他大腿内侧 是红色皮肤上没有浮路 却是有两颗黑点 那是什么东西呢 这时天兵朝我走过来 我依旧保持爬在悬兵上的姿势 目光死死盯着那两个黑点 兴艳告诉我 或许这是我和豆腐的一个转机 我和天兵之间距离并不远 随着他一块 那大腿内侧的东西就更加清楚了 赫然是两个方形东西 似乎是扎入大腿内部的 我对炼尸之处也是不了解 心想既然会有这两样东西 肯定是和炼尸有关 不如将之回去 或许会有转机 因此 当天兵一脚踩在我胸口上时 即使痛得我浑身一冲 我也没有动 而是这瞬间伸出手 猛然抠住其中一个方形东西 猛然往外一拔 这一拔 却是一根方形的铁钉状物体 被拔了出来 足足有手指长 这东西一拔出来 露出的孔洞之中 煞世间喷出一股赤红色烟雾 像是什么毒气一样 烟雾的味儿说不上臭 有些像是某种矿物质的味道 这阵烟雾喷出 天兵煞世间身形不稳 扣住豆腐脖子的手也松了 唯有踩住我的那只脚依然牢固 紧接着 他弯下了腰 双手朝我抓过来 一副要将我撕碎的模样 他这一弯腰不要紧 脖子出的黑液直接流淌下来 我心说完了 这玩意儿跟硫酸似的 我这张脸要毁了呀 只要滴到眼睛上 我就得直接瞎了 谁知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 便见一个狠颖扑了过来 猛然压到我身上 将我上半身捂了个严严实实 这人不是豆腐又是谁呀 这小子身上穿的衣服贼厚 圆滚滚的 就像汤圆似的 一扑过来 黑夜几乎都流到他衣服上了 好在衣服够厚 抵挡住了一阵腐蚀 因此没听到豆腐惨叫 我被这一牙几乎要吐出来了 整张脸都埋在豆腐防寒服的下面 大气都喘不了 不过这种窒息的感觉 也只是一瞬间 因为下一秒 豆腐就被天兵给举了起来 一副要撕人的动作 我惊得头皮印麻呀 二话不说 伸手抄住第二个方形 铁钉拔了开去 现在我已经明白 这两颗铁钉 拔成就是天兵的罩门所在 这一切 几乎都是在瞬间完成 那铁钉被我一拔 同样是喷出一阵红色的烟雾 但是这阵烟雾 却一直持续喷发 而天兵就像喝醉酒似的 摇摇晃晃起来 双手一松 豆腐便掉在地上 我赶紧爬了过去 小豆 怎么样了 豆腐嘴里发出 丝丝的抽气声 没说话 只能指自己后背 我赶紧朝他后背一看 却见整个后背的衣服 几乎都被腐蚀了 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焦黑的衣料贴着皮肤 我担心会继续腐蚀 当即用匕首将那烂布挑开 见下面皮肤 俨然烫伤般的 起了一层撩泡 而这时 那摇摇摆摆的天兵 大腿内侧还在不断 喷出红色烟雾 那烟雾几乎充斥整个冰冻 我不知道这玩意儿 有没有毒啊 身体一时也没有感觉出 别的异样 而此时 天兵如同放了气的皮球一般 身体整个就小了一圈 瘫软在地上 已然无法作为作福了 我松了一口气 对豆腐说 你忍着 我马上带你出去 紧接着便将周围 沾了黑液的布料 给清理掉 推着豆腐往洞外爬 这冰冻后半截 被我们炸塌 前半截倒是完好无损的 有些裂缝 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带河豆腐爬出冰冻 我供不得节约电源 打开快煤店的电源 探照灯 打算帮豆腐处理一下 背上的伤势 这种伤势最容易发炎感染 万一有毒就更加可怕了 我也不敢大意 谁知 灯光一打开 我朝豆腐背上一看 不禁有些愣了 因为那几个大撩炮 已经消失了 豆腐背部的伤口 隐然已经截了一层薄夹 我狠狠甩了甩头 使劲眨了一下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但再睁开眼时 豆腐背部依旧只有一层薄夹 这是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伸手去摸 豆腐一伸脖子就说 有点痒痒 好像没之前那么痛了 我脑海中忽然想起之前很久看过的一部电影 里面的男主角有一种特殊能力 就是快速恢复伤势 我盯着豆腐的后背 又觉得不对劲 我和这小子相处十多年 他要是有这么变态的能力 我早该发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豆腐见我一直没动作 一轱辘从地上爬起来 精神奕奕地呼道 你用内容眼神盯住我后背干嘛 我告诉你 虽然我把你当成好兄弟 能为你出生入死 你别想对我的真操打什么主意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 我坚决不搞鸡 我忍不住在他脑袋上 狠狠甩了一巴掌 去你的 什么词 或者你整天网上就学这些胡七八糟东西 紧接着 便将他后背的伤势一说 豆腐闻眼也傻眼了 歪着脖子 想看到背部的伤口 嘀咕说 难不成 经过此结 我被这么一刺激 就像吕素说的 一不小心 就把一把人体锁给打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